潘美成考试被打断 落榜街头一人正正 实际你没看错 这个在国富纪念馆表演 绝世古迹的就是歌手潘美成 47岁出道29年的他 不只会写会唱 也常想楼身手打鼓 哎好有才啊 他为了想在街头表演给粉丝看 5月21日参加考试 希望拿到正正 他当天表演受到 为官名中好评 但13日台北市文化局 公布审议结果 通过的26座名单中 没有他的名字 潘美成落榜了 YouQ 很意外的举手 更意外的是 他考试当天表演的 正兵主进欢的时候 一名白衣男子出手打断他 那我原意味他们现在的 音量超过分倍数 那是国家的环保法规 其实潘美成当天也坦言受到影响 之后调整音量 重审表演也施展不开 他得知落榜后表示 相信是达国的形式 让一些人觉得分贝太吵 不学技术问题 也说应该不会再去考了 并透露很多达国的朋友 也落榜 文化局则回应 没有限制街头演出种类 也不便透露驳回潘美成的理由 董事长乐团鼓手Miki 和背词手大军行掌握 潘美成古迹 认为他有足够资格在街头表演 也表示街头艺人才以审核 迎郊游市场和观赏的民众来评定 娱乐动新闻 你好像闻到浓浓的荤苗味啊 报道